剛剛講完,他就來了 拿錯說,不夠啦 再來就是拿的啦 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鳳 最近馬來西亞有一樣東西 鬧得飛飛羊羊 大家都在討論他到底 好還是不好 有沒有用 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大家喜歡去電影院看電影嗎? 沒有人問你 我靈頭而已 我都沒有頭 我個人是蠻喜歡去電影院看電影的 看電影的時候啊 投入那個世界觀啊 就是蠻放鬆的樣子 就沒有去想太多的東西 不對了嗎? 沒有啦,這樣人是碎油虛顏的 沒有啦 沒有啦 然後最近馬來西亞就出現了 第一個露天的汽車電影院 就是你駕車去到那邊 然後看戲 之前有看到的那個文章 4KL了 然後居然是在一起吧 這個電影院推出了過後啊 整個就製造話題了 每個人都對他討論 哎呀 這樣去好咩? 在電影院看不好咩? 舒服咩? 然後我有看到一個Post 這個是一個Page來的 他就介紹這個電影院了 然後我GSC在那邊留言了 好看咩? 爽咩這樣? 然後MBO還有留言 下雨的話可以到MBO來擋你 滅流啊 好像要擋我 可以猜想 但是好像就沒有看到TGV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去試試看 我覺得應該有愛好吧 不懂 這種看電影的方式就有在國外 然後我們看到只有在電影裡面 看會有這樣的情形罷了 但是那些跑車開得很靚啊 我們坐My Video應該不會 我不會這樣想 你這樣想就對了 以前就在想 這樣的方式看電影好像就是蠻爽的 剛剛我們就網上買了票 8點電影就開始了 然後還有 他的電影都不是新戲來的 都是一些比較舊的電影來的 我們就隨便選罷了 就方便我們去體驗一下 這樣等一下我們再給大家看 順便也體驗一下戶外的汽車電影院 到底是怎樣 OK 剛剛我們就打完油了 好啦,現在我們就要出發去那個 戶外汽車電影院 Mengu Child 我們的電影其實是在8點 現在是6點半 我們就提早一點點過去 看看那邊的現場環境是怎樣的 8點的靈威姓 嗯,不記得我 太猛了那拔了,看我走走哦 我覺得都是先到先得的嘛,妹妹 他那邊是沒有說 你要選什麼位置啊 你購票的時候 這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是在宜保的酒洞那邊 Mengu 我們這邊過去大概是要20分鐘到30分鐘左右 講羽不願正宏 看嘛 OMG 下水了 這個下雨怎麼走呀 何謂是滑水的 NPO那個下水剛剛玩 哈哈哈 不过现在还是毛毛雨吧 希望等一下没有下雨了 我没有想过去下雨啊 今天的天气很好的叻 都没有去过这里的MAT 我都没去过了 天空没有搞,所以没去 有到了,有到了 应该都没有写上 Squid 我们有提根,应该变成围后 刚刚我们就去忘了啦,我们就还没有可以入场 我们要7点50分,这样才可以入场 那两个是不是小厕所而已? 应该是厕所 那现在我们先去吃个东西,然后再过去了 她的寺院就是在对面罢了 我们先去吃个东西,然后再过去了 这里感觉蛮多人的,我都没有来过这里吃 超级多人啊 我们是否官员有棚的下水呢? 我们呢,好吃吗? 我们待会看电影怎么办 MBO MBO叫我们过去 正在摆着棚 应该不害怕了 哇,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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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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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 我们的水就是被鱼滴下来 分净分净 看不出它的颜色,因为很红了 那个棚 看不清楚 看得你很红 哈哈哈哈 天海味很红 哇 很棒 这样的体验呢,其实就是蛮新鲜了啦 但是,好不好就不懂啦 因为,马来西亚的国是没有这样的 因为他拿野食了 所以这么慢 哦,现在想到去厕所呢 卡丘呢,有点盐 我看到 Sexy呢 Sexy, ok 现在我们有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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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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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放鬆鬆鬆啦? - 嗯,對! 要開窗口應該也是可以的,在外面也是可以聽到那個聲音啦! 然後如果你要車裡面收的話,你就要按它的FM那個台哦! 好像那個麥克風的概念一樣啦! 然後這樣看啊,那個鏡頭哦,我覺得是剛剛好哦! 它應該是有排的,那個車 你越高就是在後面,低的就在前面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啦,它沒有亂亂給你啦! 但是現在不多車啦! 只要買我們就跑輛,你看MPV它就跑在後面咯! 這個電話沒有上線都不重要,因為我不會吵到人家! 我覺得這個位置,還有前面那個位置是剛剛好啦! 就不會說太近或者太遠,在後面一格應該就不能了! 它的鏡頭就是蠻清的! 這麼暈都看到? 你清啊!這麼暈就看到清嘛! 看鏡頭就不可以,鏡頭有那些跡,看到鏡頭的跡,看到咯! 我們按抹車鏡頭先給的! 然後它也有講啦,如果要叫它們的話,你就開那個大燈! 啊!然後忘記跟大家講,我們買票的時候,其實它是有三個搭配的! A,B,C,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啦! 只是它的食物不一樣不了,飲料是一樣的! 就是兩罐汽水,還有配一些,可能豆奶啊,之類的這樣啦! OK,謝謝! 剛剛講完,它就來了哦! 順便我們就來試吃一下啦! 剛才那個也剛剛好,這樣看呢,它就包到OK啦! 我都忘記了我的Sexy有什麼,我先看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Nachroso玉米片啦! 它上面就是有一點肉碎啊! 義大利麵的那個番茄醬肉碎啊,這樣看應該是啦! 然後還有一點起司啊! 可以豐富幾香啊! 好像很棒的嘛這個! 這一個就是Pokok啦! 它這樣聞很厲害那個BBQ的味道! 對呀!很厲害! 上面就是有一點起司啊,有一點肉碎啊! 再來就是Nagalata就放了一點醬咯! 還有起司! 還有這個是Donald,應該是這個主辦單位的那個Hotel他們的自己出產啦! 再來就是兩罐汽水啦! 有Paxi還有7R就是蠻冷的! 呃... 它沒有中文字幕耶! 它的字幕只是拿來玩而已啊! OK,我們一邊看,一邊試吃它的食物碗,看看好不好吃啊! 我們試這個Nachroso! 再來是這個Hotel麵包,但是這樣摸它的麵包很硬啊! 麵包有點硬啊! 好吃啊! 這個好吃啊! 不然你吃一遍! 太軟啊! 這個夜吃也有靈魂啊! 雖然它麵包就是有一點硬啊,但是這樣配的啊! 欸!蠻有古感的啊! 再配它的醬好吃啊! 再來是Nagalata,應該沒得好怎麼說啊! 小看的款式都是普普的啊! 它是比較普通的那種Nagalata! 這樣那個Done-up我吃不下了,回去才吃啦! OK,我們看了一個小時左右啦! 要不要偷黑喔! 這樣我們回到去再跟大家做個總結啦! 阿欣,剛才你在哪裡啊? 剛才有吃的,我來偷夾一吃糖果 OK,我們就回到家了啦! 也借買阿欣回家啦! 這樣剛才的那個電影,我們就是沒有看完的! 它應該還有一個小時多這樣啦! OK,我們先來講一下我個人認為的缺點啦! 首先它是沒有那個中文字幕,然後也沒有英文字幕 它只是有那個馬來文字幕罷了! 所以可能它的大方向是要M馬來人的客群吧! 這樣哪一天都是M馬來人多嗎? 這樣是啦! 這樣我個人認為,既然要做的三個字幕也是要放進去會比較好一點啦! 但是,如果它真的放那個字幕的話,變成那個字幕就要縮小嘛! 可能看的時候就有一點辛苦,或者也是這個問題啦! 再來第二個,就是它的電影啦! 通常都是舊的電影,新的就沒有啦! 這樣的話也能理解啦! 因為那些版權就是很難搞定一下的嘛! 但是啊,我覺得選那個舊電影的時候啊,要選一些比較經典的咯! 像我看它的那些list都普普通通一樣啦! 我們看了那個有一點悶,所以就差一點都睡著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不要看了啦! 就直接回咯! 再來第三! 下雨就over了! 我們剛才去的時候就下著毛毛雨啊! 吃東西的時候也是! 看一年的時候還好就是沒有這樣的問題啦! 有很多蟲在那裡! 再來一個就是很多蟲啦! 蟲你踢住我,你踢住! 但是OK的! 就是一時會看它肥在肥去這樣咯! 然後最最最嚴重的我覺得就是要start這次! 就是一直有那些廢氣啊! 然後又不環保這樣啦! 如果不start的話就沒有冷氣吹啦! 如果你到外面去看的話,也是有別人start嘛! 蠻多廢氣的! 加上又有很多蟲! 所以Demon都是有start切掉的! 一個是最不好的點啦! 大致上呢,缺點就是這樣啦! 再來我覺得它一些做得蠻好的地方啊! 室所就是蠻乾淨的啦! 當然是開心啦! 剛剛菜沒有幾天! 然後也沒有什麼人用! 也不一定嘛!可能它要洗得很好呢! 這個你怎麼知道? 啊! OK!這個是蠻不錯的! 然後那些車輛它是有偏排的! 就是不是隨便放啦! 比較高的車它就是有排! 比較旁邊啊!或者是後面一點的! 然後那個screen蠻清楚的! 然後它其實就是和普通我們看戲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啦! 最主要都是要看那部電影好不好看喔! 這樣我覺得啊! 比較適合啊! 男女朋友啊! 拍拖啊! 然後一般朋友啊! 去看啊! 比較合適一點! 我覺得家庭的話! 留在家裡啊! 看Netflix啊! 這樣或者是去戲院啊! 就是做到比較舒服!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是嗎? 最主要都是看跟誰去啦! 你跟朋友你也可以在家裡看Netflix的! 一起! 好玩一點啊! 那我講真的最適合的當然是跟女朋友啦! 就好像我跟我老婆去那樣啦! 就不好啊!所以! 然後剛才看到一般的時候 在我們前面也是有幾位這樣就看到一般就走了啦! 35分鐘那個人就走了! 35分鐘! 我看一看! 有戲的問題! 那個戲真的有點閒的! 所以喔!那個電影啊! 比較有經典一點的! 我相信會比較好啊! 都有服務都OK嗎? OK!不錯! 這樣我覺得他啦! 最主要就是喔! 要製造話題喔! 然後剛好就是有那個D 順便用! 然後也可以為自己的酒店打廣告! 這樣我覺得這個戶外的電影院啊! 常常先是OK啦! 如果你真的是想看電影啊! 我覺得都是要去電影院會比較好! 因為那些音響就是比較好啊! 比較舒服! 然後又有中文字幕那些! 哈哈哈哈哈! 起碼你懂得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戶外的電影院啊! 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他要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覺得怎樣都不是問題! 因為馬來西亞就是很熱嘛! 如果有一些好像像國外有一個秋天啊! 啊!你那麼涼涼! 怎麼看啊! 外面的屋外這樣看! 挺舒服的! 你說我怎麼看那個不用的啊! 我看那些是! 他鋪了一個好像那些夜餐有沒有! 看喔! 都有啊! OK啦!今天這個影片主要就是體驗一下 這個戶外的電影院! 對於我們來講! 就是還好! 麻麻地啦! 主要就是電影的關係啦! 這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也去我們的FB還有IG看看啦!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Bye Bye! 欸! 都不能在這裡! 哈哈哈! 故意唱過了! 跟你們! Bye Bye! Bye Bye!